炸鸡肉 嗨,大家好,我是吃不胖的小胖 肯德基里面大胖最喜欢吃的菜就是炸鸡腿 每次都要点两个 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开封菜 所以我们今天厨房变炸鸡店 做起来吧 用蒸给鸡腿炸点块 加葱姜蒜 再来点料酒 两勺花椒粉 三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大勺蚝油 来一点点白糖 把调料抓勻 把鸡腿腌制三个小时 等待鸡腿腌制的时间我做点面糊 先来两勺面粉 再加一勺土豆淀粉 一勺花椒粉 三勺盐 打五个鸡蛋 根据面糊的粘稠度再来点水 腌好鸡腿先蘸一层面糊 再蘸一层干面粉 鸡腿就这样炸的你看 神奇吗 我要吃鸡腿 想吃鸡腿 各位同学配合你来 对 对 没事的 妈妈我想吃什么 谁给你教的 我自己没教吗 自己想吃 这我护肢包包 这不是宝包 把鸡腿上的面粉拍打一下 好肥油 这如果用了还是再用吧 你们哪里可以操车呀 可以摸泡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不要拿彩笔给他往上画画啊 嗯 不知道为什么这家炸鸡还挺有意思的 自己想上手操作一下 爸爸有蜘蛛 爸爸有蜘蛛 蛤 有蜘蛛 这不是什么 这不是蜘蛛 这是什么 这是 飞鸟吗 对 飞鸟 炸到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冰箱可乐还是冰块 再配一点辣椒面 这可乐呀,出饭就开吃了 别人啊 你的鸡大腿 好大呀 958鸡腿 好吃 这种味道还好小 比外面还好小 因为在家腌制时间比较长一些 所以好像比外面的入味 这个皮的声音也是咔嚓咔嚓的 这是辣椒面 干杯 吃吧 还是酸辣椒更好吃一些 咔嚓咔嚓吃 咔嚓吃拿吃 刚才买汉堡的时候 我发现店里一个炸鸡腿是十块钱 一个鸡腿是七块五 加了五个鸡蛋 还有一锅油 成本加起来可能要比外面吃的鸡腿还要贵 所以推荐大家去外面吃 不过家里吃的话就比较放心一些 这个汉堡里面加的这个鸡排 跟我们炸的一门一样的 煮得跟外面一样的 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在哪里发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